我們通常讀歷史教科書的時候 都會讀到這二戰結束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真的是無條件投降嗎 在無條件的背後 其實暗藏了一個日本唯一的條件 那是什麼條件呢 易剛 你認得這個人嗎 這個人 這個人其實就是日本的御人天皇 這是御人啊 對 這御人天皇 他那時候還滿年輕的時候 那老實說在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當然是一個戰敗國 而且是他主動發起戰爭的 那戰爭結束之後 他既然是戰敗國 誰來承擔這個戰敗責任呢 那當然是他承擔 所以來講是他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叫日本天皇 因為發起戰爭的是他 也許他不是出自他個人本意 但畢竟主動發起戰爭的人 他是全權的負責任者 他再來講 他應該要負起戰爭的責任才對 可是為什麼 他完全沒有受到任何譴責 也不用退位 那他天皇到現在還繼續存在 那當然只有兩大因素 一個因素是美國的政策問題 因為美國刻意把它保存下來 那另外一個因素其實是 你當初以為日本 真的是無條件投降嗎 他其實是有條件投降 真的有條件嗎 他當然有條件 不是所有人都說是無條件嗎 那是波斯坦宣言 希望他無條件投降 可是日本認為他是有條件投降 他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要保存日本天皇 你不能夠把它消滅掉 也就是說 當時的唯一條件 就是要擁有 繼續持續有 日本皇室的存在 那當時日本在兩次 就是兩顆原子彈之後 廣島長期兩個原子彈之後 再加上關東區出乎意料 很快就被蘇俄八月風暴 一下就消滅掉 所以日本已經知道前途茫茫了 這時候他們就聚集在 一個臨時的 一個防空避難室 一個很小的房間裡頭 最高委員會六個人 還有蘇密院大臣 再加上育人 大家開始開會討論 討論什麼 討論怎麼投降 然後這個時候 有三個主戰派 三個主戰派 通通反對 這主戰派這三個 阿南維吉 美金美智郎 豐田富武 他們三個反對 其他四個人 以林布冠太郎為首 其他四個人是贊成的 但是內閣照日本的規矩 你說不是四比三 大家同意投降 不是這樣 只要這七個人 全部同意才行 所以這個時候 仲裁者出現 玉仁天王就出來 他說 我相信盟國跟他們的條件 我願意接受他們的條件 那意思很單純嘛 就是他願意接受破市展宣言 他準備無條件投降了嘛 然後呢 結果 大家那時候嚇到 因為既然天王都已經這樣講了 那你還能怎麼樣 天王是他們心中的神啊 所以天王 還追加了一句話說 我希望你們都同意我的話 那他們就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七個全部都同意了 大家都只有同意 只有鞠躬同意了 這時候阿南維吉跳出來 他也跳出來 跪下來抱住玉仁天王 就說我還有一些計畫 請天王不要投降 結果 越南天王還是面無表情 就講我希望你同意我的話 就走了 那當時就開始有主香派 他們開始吵你了 以林木冠太陽為主 開始吵你這些中戰的造書了 然後裡頭當然 還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不能更動皇權 那所以他們 後來呢就開始怎麼樣 就開始透過瑞典跟 那個瑞士這兩個國家 把他們的 就是願意接受破市展宣言 但是唯一的條件 就是不能更動皇權 這個條件 把它轉交給中美英書 四個國家 那中美英書都知道了這個問題 可是中美英書都知道 你玉仁天王沒有 親自宣布 我還是不曉得你這個 到底是胡我的還是真實的 所以他畢竟 他還是必須要 玉仁天王當眾宣布 所以他們當時就 錄了一個錄音 就當時 這個是當時的錄音 玉音盤 就錄了這個 把整個中戰造書 念了一遍 那一遍就錄好了 錄好了準備要去放送 就去放送的時候 那些主戰派還是不死心 然後發動政變 直接攻進皇居 你說他們進了皇居 對 直接攻進皇居 在皇居以後大搜索 就叫功臣事件 在日本非常有名的 連禁衛師團長 然後深究中將 都被他們殺掉了 那根本就是 已經這個叛變了 已經叛變了 然後內閣總理 就是首相 林木冠太郎的家裡 也被人家放火燒了 那整個 當時整個東京 已經亂成一團了 那後來還好 有人出面 慢慢慢慢 把這個叛變壓制下來 最後這一個 就是中戰造書 還是對全國人民播放 可是播放了 其實有很多地方 出了一些問題 第一個 你在對海外廣播的時候 因為電波受到干擾 很多地方聽得斷斷續續的 所以聽不清楚 天王到底在說什麼 那也有一些 你知道 因為中戰造書 它裡頭用了一大堆的 漢語的文言 你知道一般的日本人 他們平常講話不是這樣 大家不習慣聽這種話 所以聽不懂 搞了半天不知道 天王到底在說什麼 聽了沒有 就變成大家都吳沙沙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一回事 然後一直到後來才慢慢慢慢 大家都搞清楚 原來日本真的要投降 那當然日本民眾 很多民眾反應很激烈 那後來美軍來到日本之後呢 其實蘇聯啊 包括蘇聯這些國家還是要求 日本天王怎麼可以讓他繼續保持 就是一定要要求他退位 結果這時候美國 麥克拉斯他們就在想 如果讓天王退位的話 日本就可能國家會很亂 第一個對我們在那邊佔領不利 非常不容易 第二個 共產黨的勢力馬上就要進來 他們希望美國希望在亞洲維持一個 能夠跟共產黨對抗的 一個非共產主義的經濟大國 那日本是當時最好的人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那時候天王整個把他廢除掉的話 那些主戰派的人不是在國內就開始搞 動亂了 他可能又開始叛變 暴動 然後再加上很多日本人民 一聽到天王可能會被廢除 大家拼命的寫信給美軍 希望麥克拉斯不要這樣做 所以後來麥克拉斯才決定 繼續保留天王 那實際上等於是什麼 等於就是接受日本唯一的一個條件 就讓天王繼續存在 所以天王是唯一在二戰 因為戰敗 可是他不用負擔任何責任的一個國家領袖 原來無條件投降當中的最透的唯一的條件 就是要保有日本天王 但是我們注意 日本的清華史上面 其實有一個謎團的存在 這個謎團是什麼呢 是田中奏折 而這份奏折當中 有完整的清華計畫 但又有另一說 說這份奏折完全是偽造出來的 社長要怎麼說呢 對 田中作者剛才你講得很好 其實他是一個日本清華的預言書 等於預告書 而且是日本清華的計畫書 有人這麼形容他 表示他是近代史上一個至關重要 可是他又是一團迷霧的一個田中作者 那田中作者是怎麼產生 我先給各位了解一下 田中作者在1927的時候 當時日本的首相就是田中奕一 當時他在1927大概6月27號 6月27號召開日本裡面的一些 軍政黨政高層的會議 包括軍事的包括外交的 強硬派的保守派全部召過來 舉行了一次所謂叫東方會議 這個會議召開完了以後 就是所謂的田中作者出現 因為這個會議裡面主張 這個田中作者各位可以看 他主張非常清楚 這一邊是田中作者的一個 開始署名的地方 後面這邊有寫 他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日本如果要拿下中國 必須先征服滿盟 所以必須先征服滿盟 才能攻取支那 支那就中國吧 攻取支那才能攻取全世界 等於他當時野心1927的二戰 還沒開始前十年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田中作者 還不是份侵華的計劃 而是攻占全世界的計劃 對 而且他步驟很詳細 先東北滿盟 滿盟 然後中國 然後他裡面旁邊這邊 其實還有寫到 中國如果拿下之後 他不是說三個月要拿下中國 三月王華 對 如果中國拿下以後 東南亞 印度 中亞國家 必然政府 會怕日本 所以那邊小國就很老打了 所以他整個步驟寫得很清楚 就是田中作者 那當時1927 他們開完這個東方會議以後 寫了大概四萬字的 這個所謂作者 上給所謂的那個 上給那個 上成給那個玉仁天皇 那玉仁天皇 當然批准了 批准以後 田中作者就開始生效 就開始開始實施了 那我們可以看1927開始到1937 7月7號 盧郭橋事變 整個十年的時間 日本跟中國有很多不斷的衝突 他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真的是從東北一路往中原這邊過來 完全照著他計畫作 完全是照著這個計畫 剛才講滿盟 滿盟拿下 滿盟拿下 再拿這個 供芝麻 供中國 對 這非常清楚 那這個作者 當然講 剛才講說他很重要 他證明日本侵華的一個野心跟步驟 但田中作者 他又產生一個 剛才講說 是迷隱重重的一本作者 為什麼 因為田中作者流露出來 他當時是在1927的時候 有一個台灣人 他去日本經商很有錢 叫蔡勘志 那蔡勘志 他是在當時在日本 他認識了一個 他裡面日本的一個叫書庫官 就管理政府文件檔案了 他很好奇 他就擺通了這個人 然後他進去書庫裡面 看到這份田中作者 這份資料 他就花了兩天的時間 他偽裝成工人 再花兩天時間 把田中作者操錄下來 操錄下來 然後後來 當然就流露出來 流露出來 包括中國 你看中國當時 以前人 大家都在看 田中作者的一個翻譯本 他當時手抄本是中文的 中文的 所以抄下來 所以用手抄本 把裡面的內容給帶出來了 但問題這不是原件 是手抄本 日本政府當然就活認了 第一個他講的 我們裡面沒有日文版 第二個 你裡面寫了很多錯誤 很多錯誤 裡面都有一些錯誤 那這個作者既然 以應從 那到底這個作者從哪裡出來 後來就有學者在研究說 可能是蘇聯搞出來的一個文件 蘇聯 圍造的文件 蘇聯情報部 怎麼說 蘇聯情報部 為什麼要搞這個文件 是因為1929的時候 中蘇關係不好 籌書的情緒很高漲 那蘇聯就希望這個文件 散布出來以後 中國必然是反日 必然你要侵略我 當然是反日情緒高漲 所以把反蘇的情緒 轉移變成反日的情緒 所以搞出這樣一套東西出來 所以有人講說 這是蘇聯的情報部出來 但這個也有一些道理 也有一些道理 因為這個作者出來以後 剛才講說 1928黃庫囤事件 跟1931的918事件 你如果看費真親的 費喬中國史 他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他很多的細節 又有點像蘇聯 講的這樣子 那個日本好像又不是 故意造成這個 所謂的918事變 是當時的一個田中 正太郎在測量地情的時候 被張歇良的手下 把他殺掉了 殺掉以後 當然前面有黃庫囤事件 本來就籌路情緒很高了 那加上那一個殺人事件 以後當時張歇良 要把凶手交給日本 但日本當夜就918當夜 就進攻沈陽 就開始918事變就開始了 跟兩國都有直接關係 但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 到底是日本 有沒有這份文件 或者是書二夾照出來的 沒有人知道 一份田中奏折 一場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完之後呢 所有事情全部都百廢待舉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戰敗國日本 復甦得非常的快速 這跟他們的民族性 有絕對的關係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大戰爭國 我們就不能夠 連你當時的地方 這跟我們有下期 我們在一起 有